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关注胡侃汽车 我是老胡 现在二孩家庭多了 骑坐的MPV开始受欢迎了 那么我们今天点评的车型 就是比较常见的原装进口的丰田的普瑞维亚 我们管它叫丰田的大霸王 这种车很早就进入中国了 口碑和美意度一直很好 现在虽然它的风头不如它的兄弟车型 大一点的Alpha要加很多钱 30万 还有小一点的赛纳 但是二手的大霸王还是很受欢迎的 像这台09年6月份上牌只跑了不到16万公里 价格在19万左右 3.5两驱的 丰田大霸王高配的车型都配有电信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下班代步迎来送往 这个车无论是家用还是商用 一个是有范儿 第二个档次也够 丰田车的品质毋庸多疑 就是说非常好 品牌认知度和保值率都很好 这个车在市场上也比较受欢迎 这台车是3.5自动高配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虽然已经用了将近10年 9年多了 但是这个车的丰田车 用不坏的丰田车 品质经典 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丰田普尔维亚 熟称大霸王 我们有些地区还管它叫子弹头 它是引领了这种车型的一个先驱 最早九几年就有老款的大霸王 像这个款的算是改款以后的新款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内饰 首先跟咱们教设不同的是它这种投射式中置仪表 看着比较奇特 方向盘多功能方向盘带巡航定速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储物格 这个地方也有 丰田大霸王的储物格非常丰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可以放东西的 配置多安全气囊 ABS EVD 然后车主自己升级了DVD和导航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大灯清洗 一应俱全 智能钥匙 一键启动 智能钥匙 两个电动侧门 一个电动尾门 这个商务车 非常有范儿 天窗 两个 然后这个地方还带中指的DVD 排档设计是在这 这个车是3.5的 手自一体 带手动模式 然后还有车身稳定控制 系统ESP 这个车的大小 家用和商用都可以 它比GL8要小一些 但是要比奥德赛要宽敞一些 所以这个车定位很精准 做工上成 9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披座椅和内饰 保护的都非常好 这个车动力也好 3.5的 然后油耗大概在12个到13个 风险车真的很爽油 你想想GL8的油耗就知道这个车的油耗真的不费 而且做工精湛 口碑好 耐久性好 保质率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这台3.5的普瑞维亚是中高配型号 智能钥匙 还有电动的中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迎来送往的时候 电门自动打开是不是很有范儿 这车的进出非常方便 空间也非常好 PREVR的中排座椅有扶手 而且有很多姿势可以调 包括腿托 座椅的靠背的角度都可以调 前后都可以 坐7个人非常宽敞 而且进出也比咱们常见的SUV要方便 因为它两个座中间有一个通道 座椅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放后 这样的话 成员上下车通过这个要比折叠座椅要方便 PREVR的中间的座椅 在扶手 坐起来比较舒服 如果长途行驶的时候 还可以把它放得比较靠后 然后可以把腿托打开 这样的话靠背角度调好以后 你可以找到一个你自己非常舒服的姿势 就是长途行驶的时候它也不是很累 后排座椅空间也令人满意 总体来说这个车拉多成员 要比咱们常见的SUV都舒服 PREVR是要员转车 这两个中排的座椅的舒适度很好 娱乐系统还有空调系统也重点照顾中间的区域的乘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有空调控制系统 还有DVD车载娱乐系统 如果长途行驶的时候 放上你喜欢的叠片 这样看起来 就是说可以打发旅程中的无聊的时光 这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很高达上了 现在大家都有智能手机 可能这些东西用不上 但是它毕竟是有 特殊风口非常舒服 PREVR是这个级别车的一个代表 舒适性 行驶性能 动力性能 舒适性 俱瞎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毕竟PREVR的第三排座椅空间还是有限 它造这个G28的后排座椅 舒适度还是不如 但是可以接受 这个地方还设计有背座 也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它这个头枕可以伸缩 如果你需要拉多成员 第三排座椅保留 乘坐的话会略显应急拉三个人 但是坐两个人体型较小的人还行 它这个坐垫的这个近身 还有这个宽度 造这个普通五座车比较小 所以坐女士和这个孩子它会很舒服 坐体量比较大的这个成年男士不会太舒服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有背座 这还有放杂物的地方 最主要这后面也有阅读灯和空调出风口 如果您不需要的话 可以把这个后排这里折叠 这样的话PREVR的空间就非常好了 这个车作为驾用也可以 作为商用也不错 但是它是一个进口车 它的价格当年会挺高 但是二手车性价比就比较优秀了 十几万块钱买一个 用了七八年八九年的这种高档的进口的MPV 挺有范儿 而且这个性价比也是相当不错的 PREVR的车体尺寸不是特别大 只有五米左右 所以七个座都展开以后 它的行李箱的容积就非常有限了 只有将近200升的样子 但是它有很多折叠设计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座椅可以折叠收起 这样的话空间就会变大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把两个前排座椅一直往前挪 这样的话空间就非常巨大 这个PREVR在电动尾门 就是说开启和关闭 都是通过一个按钮就OK 所以显得还是挺有档次的 PREVR的外形这么多年了 还是那么经典 在二手车市场上 大霸王的品牌 美誉度 口碑 巨甲 是一个认知度很高的车厢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 好 这台丰田大霸王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您对这台3.5的丰田大霸王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剪辑并留言 丰田大霸王 我们会有更多这台车的资讯为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